九吞鬼王的实力达到了百家境七层天 在十六护法当中实力算得上是中等偏上 当年九吞鬼王也沾染过太上三十六天道的因果 所以将那大道之气融入至九葫芦中 威力自然倍增 去 九吞鬼王一声爆喝 那九葫芦便与悬浮着的寒冰尖刺一同骤然爆射 而出道中途体积增大了数千倍 寒冰尖刺像是要破开天地间的智库那般 一往无前轰隆直响 见此北风狼也不再留守 他的背后五雄的力量延展而出 幻化成一对滔天魔艺 带其穿越疾风滚滚杀猪 这两名护法形成合击之势 尽数笼罩了那道光影 以两人的实力总和 足以一招歼灭 百家境七层天强者 但是那光影却丝毫不慌 他背后的神光双翼卷起来 笼罩在面前 而后神圣的力量 从附近的虚空中爆冲而出 灵力无穷无尽 演化成一片苍翠的竹林 在那竹林当中 万千亿象浮现 有真龙 有凤凰 还有那脚踏天地的麒麟 雄魂壮阔 霸道非凡 什么 那九屯鬼王与北风狼 皆是一惊 苍翠竹林 宛若自称一介的诛天 无数星空易寿的虚影 暴闪而出 弥漫天际 无比强横的压迫感 顿线 无论是九屯鬼王的九葫芦 还是北风狼的磨煞双翼 都在这片竹林面前 飞速落外 而这竹林携带无敌的异象 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压到了修罗鬼王的上方 修罗鬼王刚刚才站起来 恢复了些许力气 却见到头顶上 黑压压的一大片 顿时大惊失色 他完全还没有想到 光影居然还有这等手段 苍翠的竹林光滑散落 一头又一头 盘踞在竹林间的凶兽 滚滚浮现 无比震撼 无敌般的一方世界 碾压下来 要是以修罗鬼王肉体强悍 登林巅峰 也无法硬扛 他身上的修罗之力 与黑暗轨迹 此刻完全失去了作用 瞬间溃散 修罗鬼王的身躯 急剧缩小 成了人类的模样 直接被压昏过去 另外两名护法 也被强大的 犀利镇压住 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这片竹林 也太过恐怖了 仿佛能镇压着 人世间的所有生物 光影凌空而立 神色平静 像是一尊 没有感情的分体 远处百里开外的 叶臣则是望着 面前的战局 若有所思 本想让他们 先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不过现在看来 三大护法 不仅没有伤到 这光影 还让他给打到吐血 叶臣 我好像知道了 那个影子的身份 定身在四海 罗盘中的小鹿 突然间说道 哦 说来听听 叶臣一点都不着急 他也能从那光影 所蕴含的信息当中 推断出 与翠竹池有关 但具体是何物 恐怕还得 让小鹿来解答 翠竹池 来自翠竹仙池 而翠竹仙池 是三十三天 太上神器 同样也为 四大仙池之一 在我们那个年代 翠竹池 从翠竹仙池中分离 而翠竹池 曾经诞生过一尊神魂 那尊神魂不甘于 在星河深处沉寂 于是 便跑出来 掀起了一片风雨 不过后来 翠竹池强行 开启了空间通道 把那尊神魂 抓了回去 进入池中进化 至于后来 发生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小鹿说出了一些往事 他口中的所谓神魂 估计便是 面前这团光影 那你知道 要如何收复他吗 夜晨问道 小鹿昂着脑袋 响了一会儿 紧接着眼睛一亮 我记起来了 主人曾经说过 这神魂 非常惧怕 黑暗的力量 如若能够有 黑暗的力量 来进行压制 或许会有奇效 黑暗的力量 夜晨 谋此一宁若有所思 而在那一边 战斗已然结束 三名护法 败于光影之手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而那光影 召唤出天际的 清澈流水 壁波荡漾 蕴含着 浓烈的璀璨生机 他将那些流水 全部吸入体内 稍嫌萎靡的气息 立马一扫而空 又恢复至强盛状态 三大护法 气得咬牙切齿 但是毫无办法 而就在这时候 夜晨体内的荒漠天剑 忽然产生了一丝波动 他赶忙催动意识 进入荒漠天剑的 容器之中查看 漫天云雾 化成了一道道的风卷 在其中肆虐成形 武瑶的身躯 在那风卷当中沉浮 夜晨这么久以来 从未见过武瑶 发生过任何变化 这世上 根本没有任何一样宝物 可以单独救货他 但是如今 见了翠竹仙池 一部分化作的翠竹池 武瑶却产生了如此变故 想必此物对其有用 旧日之主 果然说得没错 这宝物是与武瑶互补的 或许能够起到奇效 一念至此 夜晨便打算出手 他利用轮回血脉 撕裂了空间的壁垒 转瞬之间来到那光影的身后 一掌拍出 裹挟着浓浓的血气 仿佛要将那诛天星辰 全部震碎 而那光影的反应也是极快 背后的双翼猛然站开 势如破竹 冲散了血色手掌 下一刻 光影退到百米开外 那双冰冷无情的毛子 盯着夜晨 紧接着他开始双手结印 背上的双翼燃烧起 浓浓的烈焰 好像地狱深处 永不熄灭的幽冥之火 那对双翼猛得一扇 无尽的火海朝夜晨滔滔卷来 夜晨往前踏出一步 随手一挥 拿出了血葬星辰 漫天的雪花旋即纷纷而落 构建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他将雪葬星辰收起来 身形往外侧一闪 发起了进攻 而雪葬星辰的那缕微光 被烈焰撕得粉碎 无数的雪花 飘飘扬扬 漫天洒落 与此同时 夜晨也拉近了与光影的距离 但那家伙背后的翅膀 再次一动 火焰骤然消失 青色的疾风平地而起 卷起了万千波澜 大风呼嚎 犹如无数的妖魔鬼怪 乱舞纷飞 这一招夜晨似乎在哪里见过 他想起来了 北风狼攻击光影之时 用出的不正是这一招吗 他在山脉上休息的北风狼 见到这一幕 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绝学居然会被这家伙给偷了去 而且还施展出了如此极致的威力 想来硬的吗 夜晨眸子一宁 冷哼一声 大手笼罩而出 滔天的威严充天而起 犹如阵欲牢笼 杀戮神道 最强之道 开 夜晨所使之力 乃为天道轮回之一 所谓神道便是一种 另辟蹊径的大道规则 夜晨一路走来 曾经杀戮之道 可是他的底牌之一 只是后来 夜晨舞蹈和实力不断提升 杀戮神道对他来说 已经没那么强势 便很少动用 现在看来 倒是可以施展 而且杀戮神道 可以说 十分符合黑暗本源 既然只有黑暗力量 才能让你沉浮 那就来试试 夜晨手上掌握着 多种黑暗属性的法术 宝物以及法则 足够让光影喝一壶的了 杀戮神道 卷起了无数的血盲 在这天地间 开辟出了一条虚空裂缝 宛若张开大嘴 将光影吞下去 但是呢 光影下一刻做出的动作 让人瞠目结舌 他背后燃烧的双翼逐渐消失 随着灵力跳跃 动天彻底的冰寒之气 逐渐浮现出来 弥漫整个天幕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远处观战的九吞鬼王 也愣住了 他从那抹寒气当中 嗅到一丝熟悉感 紧接着他所见到的一幕 彻底让人目瞪口袋 光影身前 凝聚出了一根 极为尖锐的寒冰神刺 通体冰蓝 波动强横 方圆万里气流 都为之紊乱 那可是他的成名绝技 九葫芦的绝世舞蹈 却没想到 被这灵魂体给穴了血 九吞鬼王 简直要气到吐血 光影以寒冰神刺 破掉了叶辰的杀戮神道 不过叶辰没有 半点沮丧与惊慌 他再次召唤出了杀戮之力 只不过这一回 不再归属于神道 而是从现实的法则中 穿透出来 杀戮法则 更加贴近黑暗的本源 让我看看 你还能够学到些什么 不如来试试这个 夜晨屈指一谈 闪亮的流光 暴射而出 迎风狂涨 随之出现的 则是几十面 乌黑光芒流转不进的 黑暗圆服 那些立于半空当中的圆服 躁动不安 渴望鲜血的力量 就像是一个个 蓄势待发的 魔族士兵 张牙舞爪 嚣张至极 去 把他给我镇压了 夜晨眸子一宁 下令指挥 黑暗圆服 朝着光影那边 急速前进 轰轰烈烈 祸开眼前的 道道屏障 同时 他还丢出了 两道符印 遇到黑光 现出原形 瞬间 炸裂喷射出一道道 有天柱粗壮的 紫色雷霆 雷霆圆圆服 作为黑暗圆服的 辅助法宝 可以使其威力增倍 如此实力 实在是令人骇然 三大护法心中 皆是一惊 他们还没有认出 此时一戎打扮的夜晨 只是惊叹于其的实力 光影没有那些 圆服与宝物 他所能模仿的 只是天赋技能与武道 而夜晨所用出来的 都是特殊之物 就算模仿 也只能使出 武成不道的威力 一时间 光影被各种 强大的手段所震慑 甚至气势都弱了好几分 不过此刻 他那双淡漠无情的眼眸 终于涌现出了一抹 疯狂之色 身为翠竹池中 演化而出的神魂 他好不容易 挣脱了翠竹池的束缚 绝不会甘心被外人击败 光影咆哮不止 不过其所发出的笑声 似乎有多层声音呼喊 威势 海山倒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